关伟员早 其实本席在学术机关待过 我在大学教过书 我认为国科会或政府研究计划的讲助 或补助或伪伴 它主要是针对学者专家 尤其是针对大学里头的研究学者 他们都是独立研究的 所以当他要去做一个研究案 那是需要整合人力一起来做的时候 他就需要这样的经费 那最主要的原因基础是因为这些学者 他是自己独立自主的一个单位 他没有一个机关让他来指导 让他来指挥 可是今天你是担任元能会的主委 相关的研究你的手中 有上千人让你指挥 其中还有一个核能研究所 你核能研究所总共有373个研究人员 从研究助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这种人力总共373个 相关的研究就是核能研究所的职责 你当元能会的主委 你认为有什么研究案 可能是你个人的专长 你希望能够继续研究 你也应该指挥核能研究所 去组成专案小组 然后在元能会的业务 正常业务的执行的情况之下 下去研究 不应该再跟国家拿钱 你现在三个研究案 三个研究案 总共在你的手中加起来也将近一千多万 那个是多年加起来 多年嘛,对不对 平均一年大概一百多万 那你每一个研究案根据国家的行情 当研究计划主持人一个月是一万块嘛 对不对 所以三个研究计划由您来担任计划主持人 你一个月就增加了三万元 研究计划主持人 不是吗?那你领多少钱? 你当主持人研究就是 主持人就是一个月一万啊 你没领吗? 国客会的计划里面 是 除了那个叫什么 产学合作的计划 没关系,你这三个研究计划 有另外核主持人费之外 主持人费你有没有领? 我有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 领多少 两万五 不要领 两万五 三个研究计划两万五 还是一个计划两万五 我跟委员报告 没有那你三个研究计划 总数多少 跟委员解释 不要解释 告诉我总数再解释 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一个 不是一个一个计划 你有三个计划 他不是一个一个计划 对啊,你每一个计划 总核定的总金额都不一样啊 我待会儿 我有把资料带来 什么洋化什么的 那个是393万啊 两年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两百三十五万 我有资料带来啊 你告诉我啦 你不要隐瞒啊 你不要隐瞒 这个问国客会也晓得 他的游戏规则 他的游戏规则 是自己 在这些一般型的计划里面 不能提主持费 而是按照国客会 按照你过去的研究的这个表现 他会自动合 一些所谓的奖助费 然后放到你的研究计划里面去 你不要骗人 研究计划都是按研究计划申请的费用 然后算一个总额以后 他核定给你 没有 所以他是自动给你 那当然是因为你是主持人啊 所以主持人就按研究计划 主持人自动给你啊 不是 他不是按照研究计划啦 两万五 对嘛 两万五 那这个两万五 有的时候是 那你核能研究所总共 合并到一个计划里面 有时候是分开不同的计划 不管反正你就是领了两万五千块对不对 那里面的研究同仁是不是都是你原能会的同仁 有多少个是 参加这三个研究计划有另外支领研究经费的有没有 那个都是学校的计划 对啊 所以啊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回归他们的学校自己去做 你为什么非得要你挂名 你知道你的核能研究所有三百七十三个研究同仁可以供你指挥跟你一起做研究 懂不懂 这才是你的身份啦 这才是你的身份角色啦 性质不太一样 性质不一样 因为核能研究所他有他的任务 那你就以核能研究所的业务费用或原能会的业务费用 去召集研究小组 那根本不可能 你已经没有个人了 你当原能会主委的时候你的研究就应该社会国家做的研究 我还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所以嘛 你的角色认知就是这样嘛 所以所以所以我有我还有我还是有责任 所以啊所以你脚踏两条船啊 你还认知你那个角色你不愿意放弃啊 你这个是错的啦 我我没有放弃这个角色 除非我离开清华大学 这些人他所领的研究计划他的主持他主持的研究计划当他到文件会主委的时候经过社会一揭发他马上转给他们该系的其他的老师去主持 这些政务人员都是这样认知他们的角色当你借掉的时候你是领原能会的薪水 你就应该全职的做原能会的主委 你竟然还以还要不放弃以教授的身份去申请三个研究计划 然后还认为说这还算少的 我manageable 对不对在我可以可以的范围里面我还想要做自己的个人的研究 你这个公务员的心态是错的 也不完全是为我自己 我想还是跟委员报告 我有责任 主委 指导我在当政务官之前的这些学生 你照样可以指导 要让他毕业 所以是你自己门下的学生 然后你把他拿来用研究计划包装他们的毕业论文嘛 你越讲越麻烦 你看 这不叫包装啦 这个所有理工的 全数界的那些做法 你全部把他带过来嘛 然后还在这里理直气壮 还在这里理直气壮 你知不知道 你原能会一百年度还编列钱给国科会去做研究计划 你跟国科会申请这些研究计划 然后原能会一百年编了两千五百三十四万要 要讲注给 要播给国科会去讲注研究计划 我原能会的钱 给国科会 然后我原能会的主委再去申请这笔钱的国科会的研究来做研究 我没有在 你洗钱啊 我没有在这里面 你搞洗钱吗 没有在这项目里面 我绝对没有申请这个计划 在我过去 在清华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 所有的其他的政务官 他们可能 兼领国科会的研究计划 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利益冲突回避 但是你的个案却有利益冲突回避 因为你用原能会的经费 补助国科会去做研究计划的补助 然后你自己呢 因为你是拨钱给国科会的人 你又去申请国科会的研究计划的时候 我们要说他什么利益冲突回避 因为他的机关 譬如说我是内政部将一化 我去申请国科会的研究 内政部跟国科会之间 没有这种金钱上面的捐助的问题 所以其实社会上说 跟委员报告 委员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不是我们捐助了国科会 他也没有利益冲突回避的问题 但是你们就有 你们就有 一起来推动 而且是原能会需要 没有错 就是接受 没有想象形的计划 所以啊 你又去 你给国科会这些钱 然后你又去国科会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是国科会给我们 我们会送监裁员调查 是的 另外哦 你看 你的核能研究所 有370几个研究人员 而你们的薪水 其实是属于公务人员里面的 高薪阶级啦 算起来 每一个人的平均的年薪 是104万 法定编制人员 104万 然后再加上奖金等等 大概你们的年薪是130万左右 其实是算是高薪的公务人员 重点是你们还有 既公公有19个人 可是你们还要编700多万元 去聘用临时人员 还要去聘用临时人员 那聘用临时人员 是你法定的原额 没有用完之前 依照政府的规定 是不能聘用临时人员 是要在你法定的原额聘满 你才可以去聘用临时人员 但是你们的法定原额也还没有聘满的情况下 你们又编了700多万去聘临时人员 这些经费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都属于应该予以审查的项目 另外呢 我已经用了700多万的临时人员了 我又有19个既公公有了 结果你们的委外业务 行政业务委外 竟然也高达700多万的行政业务委外 那是一样的了 对啊 也高达了700多万 我不晓得委员讲 应该是同一件事 应该是同一件事 就所谓的外包嘛 各单位 都还外包 都还外包 那你的既公公有要做什么事 我在高雄市政府 跟委员报告 外包人力做的不是公有的事情 对不起啊 高雄市政府的既公 就有人就是在处理什么资料 档案建档啦 文书处理啦 行政业务啦 就是既公在做的啊 你公有很可能是做清扫的工作啊 但是既公可以做这些工作啊 档案室 市政府市长的档案室里面 就是既公在做这种事 然后你现在还把这种档案建档的工作 你用外包 外包给临时人员去做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外包跟临时人员是一样的 主委 假如用正式的公务员 来做这些档案 档案上 档案很重要啦 就是应该要正式的公务员去做 要负责任的啦 当然是要负责任的啦 所以你不要每次你的驾驶官都是错的啦 他们只做一些 主委 你那个行政法要好好去修才能来当主委啦 你每次讲话一讲出来都讲错 这个很担心 那次主委怎么能做的 委员指正的对啦 我确实没有修过行政法 是啊 所以你从头到尾每件事情 你那个那个那个位置的发言位置都都讲错啊 还要很坚持欸 我自己是学者 我没有放弃 我的学生要毕业啊 所以我要有研究计划 这怎么对呢 你搞到我必须把你送监察院你看 你知不知道在你的手中原能会将来核能研究所要被并到经济部去 当然知道 对啊 那是在你的手中发生的事欸 原能会它是核能管制 并到经济会变成是核能推广欸 目前核能研究所就有在做 既然全部把整个研究所放到经济部去 那将来管制的业务在经济部那个大部里面去当人家的小老弟去当人家的小媳妇 绝对不是 核能管制将来到经济部去保证 跟委员报告 核能研究所的管制资源的部分会切到这个核能安全署 所以他们过去的事实上是研究 你整个核能研究所都跑去经济部啊 是 现在问题是在这里啊 你没有核能研究做基础你怎么做管制 所有的所有的管制的基础是在核能研究 可是你却是把整个核能研究所全部放进去经济部 那就是搞错啊 在你的手中造成这种错误啊 所以本席其实很简单啊 本席今天不是在跟你斤斤计较于说是几百万几百万 或者是你一个月多了两万五的津贴 本席在这里要让主委你知道的是 你整个人力以及整个研究 你们的定位你是整个都搞错了 你应该要如何作为一个主委 你在指挥 我在指挥整个我的原能会 包括我的核能研究所跟其他的机关 我的整个的研究的人力 我应该要如何调度指挥 我要为国家累积多少的这些的研究 而不是在乎说你个人的研究计划 还要去耗费你的心力啦 你有办法说你的研究计划的主持工作 全部都是在下班以后吗 如果是有问题哦 如果不是也有问题哦 你现在就弄成左右为难 如果全部是在下班以后 你就是你就是脚踏两条船吗 我现在一个礼拜有半天 政务官没有人哦 所以你半天一个礼拜半天 你就非得要去挂那个三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哦 没有必要啊 你就回归到学校去啊 对不对 学生要毕业他有共同的指导教授啊 可以啊 你还是应该像圣志源那样子从善如流啊 而不是在这里在回答江委员的时候 在这里义正词言说 只剩下十分之一 然后还在跟我讲说我不放弃 这个是一定的是我个人的研究 这个实在是 角色都错误了